好 麻煩多看一次這邊 麻煩 恭喜 又問 又問 我還沒問過 我自己第一次見到 不是 答過了 什麼事? 答過了 我沒聽過 答過了 什麼事? 因為我覺得 講到什麼 不應該 這件事的焦點不應該在我身上 所以 我之前有回應過 那 我就不想再評論 對 所以不想再評論 我不想這件事的焦點變成我身上 但是恭喜你也有一個人 我答過了 我說過了 因為 我都沒有回應過 真的 大家可以 你什麼時候回答 你什麼時候回答 回答你們 沒有 戰戰嗎? 有 宣布結婚之後 真的沒有 之前之後 不知道 你們問過 那你想不想大家 快點公佈你 我有這一天的話 會公佈 告訴你們 現在是不是 運動得很開心 現在 都有很多 關心我 我吃我的人 但是 沒有 好像我之前這樣說 沒有去到下一個階段 就不想說 總之 有開心的事情一定會跟大家分享 但是現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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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怕了 怕了 也不是的 但是覺得我很多事情想 就是想自己 比如做事上面 或者自己 或者自己 我自己 會自己有一個 今年 會有 2020年 會有一個新的目標 就是想做一個 自己的 做衣服 有很多 飾品 是嗎 是 跟運動有關 我想做一些 自己喜歡的 擺多一些時間 擺多一些 心機 在自己 想建立自己的 拍戲也好 拍戲也好 做自己 想做的衣服 都是一些 自己喜歡做的 事情 你連恭喜一句都不說 兩個字 都不說 答過 說了之後 你會放大很多 答過 答過